金山区风雨社区活动中心已经使用了25年 因为结构老旧 原本内政部与公所合出110万要来整修 但是天花板上面水泥破损 里头的钢筋锈石严重 100多万可能不太够 因此今天区公所也特地邀请市府各局处 以及林里长来进行说明会 最后决议要将这栋危险建筑物拆除重建 希望给居民一个安全的活动空间 天花板上面水泥破损 里头的钢筋更是大片的裸露在外面 而像这样的情形居然出现在金山风雨社区活动中心 而这是去年底市议员带着土木济师 以及区公所来到里头实际的会刊画面 而原本区公所编列110万要来进行整修 不过却因为建筑物损坏严重 让工人不敢动工 而今天区公所也举办了建筑物安全报告说明会 要来确定这栋建筑物的去留 但是因为我们在进行修复的时候发现 它结构上有一些安全的问题存在 所以我们今天就依照市府社会局的指示 我们来召开这个结构安全的一个说明会 那么我们经过了这个讨论之后 我们大概重要的结论 第一个就是大家相信都确定 要来做一个拆除报废拆除的一个工作 风雨活动中心已经使用了26年之久 而区公所表示今天也邀请到了市政府各局处 以及李林长等人来进行说明会 而最后决议要将这栋危险建筑进行 报废拆除作业而未来再度重建 而李林长也希望在重建之后 能够给居民一个安全的活动空间 那我们今天也建议了说我们可以用我们这个渔村的一个符球 来做我们这个活动中心的一个特色 活动中心想必是在地居民会频繁使用的场所 而为了彻底解决建筑物绿离子含量过高 结构严重受损的问题 在市议员的帮忙之下争取经费来重新盖一座活动中心 而社区总监市也希望能够打造一座多功能的活动中心 便已提升在地的休闲观光 也让民众往后在这个场所聚会也比较安全 记者许端艺金山财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